大家好,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华晨宇自曝与张碧晨未婚收女 三年如坐牢,三大嗜好无法让人接受 原来肖战说的都是真的 2021年1月22日 趁着爽子把娱乐圈叫得翻天地覆之时 华晨宇趁乱宣布了自己和张碧晨 未婚生女的事实 花花勇敢地站出来承认 和张碧晨一起去给孩子上了呼口 并且还一正言辞地说 虽然我和大妈不会在一起 但我们会一起抚养这个孩子 可能是爽子的事件把大家震傻了 面对她这番理论 大家竟然从心底涌出一股暖流 不是所有人都跟爽子一样绝情啊 你看花花,不爱孩子他妈 也要养孩子多么负责任 随后张碧晨也发布长文 深情地回忆了怀这个孩子的心路历程 总结下来就是2018年中秋怀孕 因为没做好准备慌了 没告诉花花自己就带着孩子跑了 还和花花绝交了 生下孩子以后 又觉得不能剥夺孩子拥有父亲的权利 和花花面对孩子自己做选择的权利 就回来告诉了花花 花花还能怎么样 她眼里满是欣喜和温暖 并且自责没有陪伴张碧晨生子的过程 然后她决定 要给孩子落户 What 不是应该好好爱孩子和他妈妈吗 落户是什么操作 真相究竟是不是他们说的这样 有人后来又进行了爆料 说出了当时的真相 反正不管怎样 这事平安过去了 花晨宇和张碧晨也回归了各自的生活 该赚钱赚钱 该恋爱恋爱 如今他们的近况有何不同呢 富二代和灰姑娘 花花从出生起和张碧晨就不在一个旗袍线上 花花家老有钱了 一家子在湖北开矿 是纯正的大家族企业 大博士董事长 爸爸是大股东 是一家即开采 加工 新材料研发 能源开发 房地产开发 物流 投资 物业管理为一体的集团公司 一年几十亿 所以说人家花花就算不进娱乐圈 也是咱们普通人比不了的 但是这么有钱 花花却过得并不幸福 因为他爸爸有一个男人 有钱都会有的习惯 换老婆 在花花三岁时 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爸爸要到了花花的抚养权 但是很快 就又找了个年轻漂亮的新老婆 还给花花生了个小妹妹 和花花痛苦 但有钱的童年不同 张碧晨的童年就是没钱傻乐 张碧晨出生在 人人都会说相声的天津 妈妈是文工团的歌手 长得又漂亮 当年很多人追 爸爸没啥本事 硬是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取到了漂亮的妈妈 爸爸每天的生活 就是各种甩包袱 妈妈很受用 经常教育张碧晨说 找男朋友就要找你爸这样的 居家又幽默的 可是张碧晨已经烦了这样的生活 他说 我跟他过了半辈子已经过够了 后半辈子 还是找个安静点的吧 结果一语成衬 2013年还在武汉音乐学院 读书的华晨宇 参加了快乐男生 以一手无字歌成功出圈 被称为火星弟弟 拿下了当年的冠军 这个冠军有一半是实力 另一半就是家里人给的支持了 毕竟上大学就开超跑的人 想出道太容易了 直接自己开个娱乐公司都可以 可惜练习生的生活 根本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当华晨宇已经签约出道 发了单曲《我和我》 住在了北京 在北京买的富士大house里时 张碧晨在韩国 却连饭都吃不上 因为为了供他去韩国 家里已经掏空了所有的积蓄 还借遍了亲朋好友 他去了韩国以后 爸爸每个月 只能给他打4000元钱 其中的3000元用来付房租 再跑去坐地铁等等 吃饭的钱剩不下多少 他连一天吃两餐都困难 只能靠吃泡面过日子 长此以往还把胃吃坏了 真爱偶尔艳遇 回国后 张碧晨感觉特别对不起父母 自己让他们损失了这么多钱 却一无所获 本来就困难的家庭捉襟见肘 于是他没休息多久 就开始参加各种歌唱比赛 在2014年后生意第三季的舞台上 张碧晨以一曲荡气回肠的他说 获得了四位董事转身 加入了那一战队 这样的发展速度 真是连火箭都追不上 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 很快 王子和灰姑娘就相遇了 2015年 两人一同录制了综艺节目 唱有天下 这是一档音乐留学节目 节目组邀请了 阿兰 胡彦斌 华晨宇 周比畅 方大同 张碧晨 游走世界各国 领略不同的音乐风格 尝试各种不同的表演形式 都说旅行是很容易产生感情的 尤其是在一国他乡 华晨宇和张碧晨是搭档 经常要一曲做任务 这时张碧晨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 因为他长期独自生活 生活经验丰富 而且他是天津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 与外国人交流文全没有问题 节目结束以后 两个人又回到各自的生活轨迹 恋情依然持续着 但是花花却没那么老实 第二年 花花和邓子齐 在一场颁奖典礼上相遇了 同样喜爱音乐 年龄又相仿的两人 很快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倾诉 经常一起出去游玩 数次被媒体拍到同行的照片 有一次在街场 花花还对邓子齐上演了摸头杀 媒体多次求证过两人 花花全都否定了 但是邓子齐给的回复 一直是磨蹦两可 在邓子齐录制金星秀时 金星问他 你和花花有没有谈过恋爱 邓子齐面露尴尬的说 这个问题有点不太好回答 因为这种东西好像说了以后 两家歌迷又要在下面争吵 最后他竟然说 你去问花花 花花自然不会回答 说是也不行 那边还有个死心塌地的张碧晨 说不是也不行 那就这么吊着吧 就在花花和邓子齐的绯闻 传到火热之时 张碧晨和花花的绯闻 又卷途重来了 而且传得有鼻子有眼 公开未婚生子后 两人的人生大不同 花花想不想要这个孩子 不言而喻 她曾说过她是个不婚主义者 当得知张碧晨怀孕时 肯定是不想要的 但是张碧晨知道 如果这个孩子没了 自己再也无法抓住花花了 因为那时候 花花已经要跟她分手了 于是她冒险走了这一步 自己那点事业 有没有无所谓 帮上了这棵大树 一辈子就搞定了 再说万一花花能娶她也说不定 人从出生期所做的所有决定 都是当下对自己最有利的 当时的情况下 当然是生下孩子对自己更有利 不仅如此 两人还剪了同款发型 染上了同款发色 戴了同款耳环 在华晨宇被爆恋爱后 不少粉丝表示 这个年纪有恋爱对象很正常 祝福生一片 而张碧晨的事业也没有受影响 2021年是他们俩发展最好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 他参加了数场晚会 还参加了总以为歌而赞 担任了2021好声音的助教 又加盟了东方卫视我们的歌 如今 两人事业生活都经营的很好 事实证明 两人都遵守了当初的诺言 感情虽然不在了 但一定会好好照顾女儿 这无疑是那场闹局最好的结局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